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东西啊 我去帮您准备啊 不用了 你们四处去查清楚 是 那也好 大家到处看看 要是找到可疑的人的话 就回来找我 胡铁花 你也一块去 蓉蓉跟幻魔留下 我 首领 你不用我在这服侍吗 皇上一般都会搞个太监在身边搞点气氛的 少啰嗦 快去 好好好 跟我来啊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 我到这边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 好啊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不相信我呢 当杀手怎么要比别人小心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 是吗 要是你那么小心 怎么会弄成这样 怎么样 就是这样 红兄 我收拾其他人就交给你 哎 这里是女孩的房间 你来有什么事啊 好isol shot 李妗家 你把他拾卖其他人做人 amounts THERE 二 那 小豪 剑大蝦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你 你们放心 我不会杀你们任何一个人 幻母 在 假如给你当了皇帝 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属下从来没有想过 我做了皇帝 第一件事就是扩张国家版图 那岂不是要打仗 当了皇帝就是在万人之上 我还有什么好追求的 除了是并吞邻国 才能继续满足我的权力欲望 看着千军万马在战场上为我而战 为我而死 那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 怎么他们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有状况 首领 我们搜查过千山渡 没有任何可疑的人物 好 派三个人继续巡查 其他人休息 遵命首领 但是首领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什么事啊 杀你 你 楚留香 别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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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 你这次插势也难飞了 别再做无畏的挣扎 没错 今天有薛依仁和天下第一的小吕飞刀 再加上我这个天下第一的老九重 还有天下第一二三的角色美人都在这里 今天是怎么也逃不掉 我没有打算逃跑胡铁花 我真是小看你了 一场亲手杀好友的好戏演得这么精彩 我也觉得自己很有表演的天分 连鼎鼎大名的天王手里也骗了 所以今天我最想杀的就是你 老connect重生死官的还不快就看到你的避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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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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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会这样 柔柔不是中了迷心大法吗 她的迷心大法早就被我破解了 在沙漠里面 迷心劳索救了她 也传授了我迷心大法 我让她恢复记忆 只不过 她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因为她要遣回影子身边 杀死影子 柔柔 柔柔 你为什么这么傻呢 你 反正我在离开全冰宫的时候 早就已经死了 不 我不会让你死 我会再救你一次 不要这么伤心 一剑 你 你要 要帮我 照顾楚大哥 其实 他很爱你 你不要说话 好好休息一会就没事 答应我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 珍惜你身边的人 不要让他们对你失望 你的个性 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 都不会让别人伤 伤心 或是痛苦 所以 你 初留下 永远 永远 都是 会让 别人 又爱 又恨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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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怀念 我跟你 一起 数 星星 的 日子 柔柔 柔柔 好 你 你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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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 我曾经说过 我想杀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你 徐大哥 徐大哥你没事吧 徐大哥 徐大哥 徐大哥你没事吧 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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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徐大哥的伤怎么样了 心里已经保住了 现在正在休息 好 那太好了 几人天下啊 楚大哥呢 楚大哥在外面 这个时候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仙女姐姐 那就由你告诉薛依仁吧 什么事 虽然说薛依仁的命已经保住 但是他的经脉 已经被影子的剑气所伤 恐怕 恐怕以后都不能用剑了 晴儿 你一定要再试试 剑是薛依仁的命 他不可以失去他的 我已经经历了仙儿姐姐 她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 我想等她醒过来 吃到会知道的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留下来陪她 并且告诉她事实真相 你醒了 精神得好一点 你走吧 你不想我跟你说说话吗 跟一个废人有什么好说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以后不需要再练什么剑 也不需要再说些什么 追求剑术真谛 武术最高境界 对我来说 全部都是废话 你走吧 不 我要留下来 我要留在你身边 四公星儿 你现在是不是可怜我 如果你要是可怜我 没有这个必要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你曾经答应过我 你不会离开我 我也发过是我医生意识 跟着你 大爷你的是薛医人 现在在你身边的是天下第一废人 在我眼中并没有分别的 有分别绝对有分别 不要骗你自己 薛大哥 走 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我根本不想看到你 我求求你你走 不要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下 嗯 我 我 你 这 我一再地告诉自己 不可以在这里 感情又失 可是 我明白的 荣若对你实在是太重要了 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她 我实在太没用了 这不是你的错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可是人不是神 不能和命运作对 或许你说得对 命运的捉弄 现在已经是我逃避事实的借口 薛医人怎么样了 他无关非 我刚刚去看他 被他赶出来 楚大哥 我想现在唯一能帮他的人 就是你了 我 我只怕都自身难保 楚大哥 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只希望你可以跟他谈一谈好不好 就这么走了 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我是一定要走 告辞 你要走没人留得住你 但是你舍得星儿吗 星儿已经恢复了记忆 他应该留在你身边 星儿是恢复了记忆 但是不代表就失去对你的感觉 你对他所做的一切 真心的付出 已经在他脑海里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了 那些只不过是过去 你当他是一个薄清寡义的女子吗 楚刘湘 你不要自己再骗自己 你说星里话 我跟星儿拜堂成亲的时候 没错 没错 你住那样 我走去 你 manifested不过是处理 太阶礼了 我渔将你 就说我去 吃天壳了 快吃点 别乔angen 你这是什么 快吃点 快吃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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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过来给容老上住香 你们准备要去哪里呢 不知道 我们会再见面吗 不知道 那你保重 在我们离开之前 我希望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好 你说 给我妹妹带个口讯 她叫薛可仁 可是之前 为什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薛家三小姐的事 因为一些家里的问题 她从小就离开了薛家庄 没有回来 但是我知道她现在在蜀中以南 一个叫枫林山村的地方 如果你能够找到她的话 麻烦你告诉她 她大哥和二哥 不会再回薛家庄了 有薛家庄的一切由她来掌管 好 我一定办得到 谢谢你 我们走吧 好了 我也要走了 你去哪里啊 我要去蜀中找薛家三小姐啊 好 那我也去 不行 我才懒得照顾你 你留下来陪他们两个 你就这样把我丢下来啊 就让楚大哥去吧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不能让她一个人静静呢 有我在身边很吵吗 来 来 护车 好 好 来 来 掌柜的 请问这里是枫林山村吗 是 那请问 是否有一个叫薛可仁的女子在此呢 不知道啊 来 来 来 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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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给我一壶酒跟几碟小菜 好 马上来 请你喝的 那多谢了 隔下有点面熟 请教贵心 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 哪里比得上秦淮三界 鼎鼎有名人人皆知啊 人怕出名 猪怕肥啊 想不到这僻静的小村子也有人认得我们 好 来 隔下 你可是来对付枫林老妖的 枫林老妖 它是人还是妖啊 当然是妖了 这个村子每年要向老妖献上美女祭品 否则老妖就屠村三日 你连这都不知道 那你不是来娶亲的了 娶亲 我想都没想过 但是这娶亲跟风林老妖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这个村子有个惯例啊 谁要是能杀得了风林老妖 就能够娶作为祭品的美女 而今年的美女 据说是人间难得一见的美女哦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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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要是真的让他们三个人杀了老妖 三个人怎么分一个老妖 反正横叔没事 过去凑凑热闹吧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风林大地 小哉解难 … 小哉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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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害怕 秦淮三贱 我没有听说过 不会吧 我们三个很有名的 我只听过秦淮 有三名武功不济 相貌平庸 只懂得到处招摇撞骗的兄弟 人称秦淮三丑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你们是来杀风铃老妖的 当然了 杀了他你就要嫁给我们呢 要我嫁给你们三个 我们三兄弟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老婆当然是大家一起分享了 看来秦淮和不止没有三贱 也没有三丑 就只有三傻 不过 不管你们是三丑还是三傻 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要不然让老妖给吃了 可不关我的事哦 大哥 我们还是走吧 在这方圆石里一共有八个村子 不是有山神就是有老妖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 神也是你 妖也是你 又聪明又漂亮的丫头 我还真舍不得杀你呢 哼 但是我舍得 虚佳剑法 莫非他是虚个人 不要跑 我还没玩够呢 エイ 这个手 拿 吸不住哪 你猜呀 不要追了 那个老妖武功极高 只是被你的剑法打乱了心 你这样穷追不舍 小心赶狗进穷相 反而被他咬一口 你什么人啊 在下楚留香 原来是你啊 怎么大名鼎鼎的道帅 会到这种穷地方来光顾呢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 我改行当姓钗了 专程给薛家三小姐带个口信 口信 薛仁的口信 你是说大哥被天王的杀手杀死了 二哥又费了武功 现在隐居了 所以你现在来找我 是要我回去接管薛家 对不对啊 没错 楚留香 你一定是疯了 对 我本来就是个疯子 但是我所说的 完全都是事实 我已经省去了很多 曲折离奇 不可思议的过程 好让你能够容易接受 掌柜 拿酒来 好 马上来 酒来了 有机会 我一定要介绍你跟胡铁花认识认识 你们肯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好了 你现在相信我所说的话了吧 我信 你可以走了 那你会回薛家庄吗 不知道 还没有到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想哭 大哥是最疼我的了 他现在死了 大哥竟然死了 我真是羡慕你啊 羡慕我 你有没有大哥啊 让我也杀了他 让你给人家羡慕一下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羡慕你想哭就哭 完全不用准备 像你这么真心情的人 开心的时候 一定比伤心的时候多吧 你不要这样老是盯着我笑啊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我 我劝你最好是不要 我怕你会后悔 初谋已经将薛仁交代的话 传到你的耳中了 回不回去是你的事情 我已经功成身退 告辞了 掌柜的 他要喝多少都给他 好了 谢谢啊 姑娘 您的酒 除楼虾 干吗在这儿发呆啊 我不是发呆 我在思考 想想我要去哪里 你的酒量好像很不错 昨天喝了不少酒 今天好像没事一样 小小几壶酒 哪会难倒我呢 对了 你准备去哪里呢 凭良心说 我还没想到 因为最近脑子里面 想的都是天网的事情 现在天网的手里已经死了 一时之间 想不起来要去哪里 你是有名的道帅 找点东西偷偷就行了 可惜这天下间 让我看得上眼的东西 实在太少了 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我知道有个地方 收藏了很多天下的名剑 有没有兴趣啊 你说的不会是薛家庄吧 聪明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跟你一起去 你的意思是 要我陪你回去 然后去偷你家的东西啊 看来你酒量一点也不好 到现在还在说醉话 我不过想在路上有个伴罢了 薛家庄少几把剑 有什么关系呢 你终于肯回去接管薛家庄了 我想到大哥的坟前记贷一下 那为什么要找我跟你一起走 因为你有趣啊 我有趣 我哪里有趣了 你脑子有趣 跟你聊天不会嫩 走吧 到薛家庄走路会快一点 走 随兵 你看谁回来了 想不到这么久没见 你已经当上师父了 你是 你是三姑 不得了 不得了 三姑回来了 贵东之庄主 三姑回来了 庄主不在 三姑 三姑 怎么办啊 你怎么了 见到我像见了鬼似的 没什么 庄主外出了还没有回来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二哥不会回来了 什么 不许是 还是你说吧 你们庄主 决定跟司空兴儿隐居山林 不会回来了 所以托我把你们三小姐找回来 接管薛家庄 请 三姑 蜀山帅 我先给你们准备房间 还有什么吩咐的吗 大哥的坟在哪里 在薛家庄的树林里 哦 那你去准备房间吧 好 看你的样子 你很久没有回来了吧 已经七年多了 但这薛家庄跟薛家村 都没什么改变 刚才我走进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还是很熟悉 就像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这里的一桌一椅 也有我小时候的回忆 回忆的感觉真好 这里也有我的回忆 但是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薛家庄也有你的回忆吗 嗯 你真的都没有打听过 我跟薛爷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吗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蜀中练剑 哪有闲情意志 打听你跟二哥的事呢 要不是我看不顺眼 那个风铃老妖 你根本没机会找到我 究竟你们之间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是朋友 也是敌人 甚至是情敌 我们就曾经在这里 决一生死过 我最有兴趣想知道的 是你们怎么会成为情敌呢 这故事说来话长 简单地说 薛爷人曾经在这里 跟我的朋友举行过三次婚礼 但是都直接间接地被我打断了 楚流香 你还真可恶啊 如果我是二哥的话 早就杀了你三次了 要是薛爷人的剑法 像你这么高明的话 我可能不止死三次呢 对了 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叫司空星儿 他现在应该跟薛爷人 一起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看我干吗 别人都说相帅多情 我却说相帅重情 你明白之间的分别吧 对我来说 这两者都一样 都是感情的失败者 对了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这么久 为了他 为了剑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 不可以练气功 但是我对薛家的剑法却情有独钟 于是就自己偷偷地练 但是我二哥却老是阻止我 难怪风铃老妖吸不到你的内力 原来你一点都没有 如果照你说你是偷偷地练的话 你这么厉害 那你可是个天才 我本来就是个天才 我大哥常常说 如果第一个可以误出第十四件的人 那一定是我 虽然我大哥后来变得疯疯癫癫的 但是他还是很疼我的 你大哥根本没有疯 从他对付薛爷人的手段来说 我甚至觉得他是冷血没人性的 请你不要怪我 虽然他对一切的罪恶 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这毕竟是事实 但大哥对我的感情 我认为绝对是真的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 要是大哥真的练成了第十四件 为什么他不杀你呢 对啊 在围捕薛孝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使出第十四件呢 三姑 属相帅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跟你聊天 感觉不错 可惜现在没有酒啊 这薛家庄的藏酒可不俗啊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好好地喝 好 那就下次 薛斌 一会儿到花园来找我 我有话问你 是 三姑 香睡自便 我听楚留香说 大哥被他怀疑 是天王的首领的时候 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更没有使出第十四件 是不是 是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要是大哥真的练成了第十四件 不可能再生死关头不用啊 主留香不是说大伯 不是天王首领吗 或许他根本练不成第十四件 你说如果让外人练成了我们的第十四件 反而我们薛家的人没有练成 那我们岂不是很没用 那 你想说什么 哦 我只是好奇 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回去好好地当你的薛家庄庄主吧 是 那我先告退了 啊 我一直认为 这有机会练成第十四件的 应该是大哥而不是二哥 除非 除非大哥不是大哥 不要转身 否则后果自己复得 不要转身 这是薛家的剑气 阁下是 你不要管 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你将会布薛一人的后尘 我管的不是闲事 而是薛家的家事 难道去大哥的墓前祭拜一下也不行吗 就是这么简单 不是 我本来想把棺木挖出来 看看里面躺着的是不是真的是我大哥 但是现在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棺材里的如果真是我大哥的话 你也不用来阻止我了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躺在棺材中的可能就是你 你别杀我 我只是一时好奇嘛 你好自为之 你就是影子是吗 天王的首领根本就没有死 大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下次见面 就是你的死期 等你很久了 等你很久了 你比我还早来 我就知道你会来 薛宝宝明明是会第十四件的人 为什么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不使出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 我们杀死的 根本不是他 而是另有其人 这一点是你先想到的 所以 当然要来印证印证咯 我想告诉你 其实 已经不用印证什么了 我可以肯定在棺材里的那个 不是我大哥 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又没问我 既然来了 就看一看吧 你哥被杀还是前阵子的事情 这具尸体已经化成白骨了 很可能不是你哥哥 不是很可能 而是绝对不是 因为我刚刚碰到他了 什么 应该说 我碰到影子才对 他叫我不要再追查大哥的事 要不然会对我不利 这么说来 你大哥不是影子了 难道你大哥真的不是影子 你们说我大哥懂得用第十四剑 就是他刚才使出的招式 但是那些根本就不是第十四剑 不是第十四剑 正确来说他用的对十四剑是有形无实 一点都不完整 快走 快 应该没有追来 那你现在可以放开我的手了 对不起 我不是建议你拉着我 我是怕你会爱上我 是吗 你这个人很奇怪 为什么老是担心人家会爱上你啊 我不可以谈情说爱的嘛 为什么 不要再问了 等我可以告诉你的时候 自然就会告诉你 好吧 好吧 我们现在想想看 刚才就这是怎么一回事 假设棺材里的尸体不是我大哥 那就是说 我大哥还是有可能是天网的首领 我们先前一直觉得 天网的首领就是影子 可是现在 影子不止一个 那可能 天网的首领根本就不是影子 也有可能 薛孝仁跟影子 根本是两个人 又或者 影子根本就是大哥的影子 根据我们推论的结果 应该是 薛孝仁就是天网的首领 但是他却训练了一帮 叫影子的人出来 替他办事情 那就说杀了影子 也不能够消灭天网了 这么一来 薛依仁跟荣荣 不就白白牺牲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 大哥是这么的可怕 哎 想不想喝酒啊 想啊 我想得要命啊 可是我现在不能喝 我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想想清楚 接下来要怎么对付天网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什么都不用做 天网他们自然会找上门来 你想你大哥会就这样放过我吗 还好我没有爱上你 否则又多了一个悲剧喽 连影子都被他杀了 看来他的剑法已经在我之上 楚刘湘那方面怎么样 看来他跟薛可人已经成了朋友 而且开始怀疑大影子的身份 楚刘湘 一个武功运气和智慧都不差的人 但是偏偏和我们薛家 总是有不解之缘 看来命中注定 他是我们天网的天敌 博士到 博士今天来此 不怕嫌疑地来到天网总坛 一定是为了刺杀皇帝的事吧 我千辛万苦得来的消息 竟然被你们天网就这样白白浪费掉 现在连半个影子都没有了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合作态度 那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不是合作是交易 你在宫中坐向其成 我们在前线却舍命相复 你还来问我什么态度 行动 总有成功和失败的变数 就算是失败了 也不代表我们放弃 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交代 就是第二次的行动 也是最后一次的行动 绝对不会失手 你回到皇宫好好打探一下 如果有机会行动的话 马上通知我们 好吧 我们继续交易吧 博师 你受伤了 我在找寻同女修炼 换起大法之时 遇上了一个女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娃儿使用的 正是薛家剑法 又是薛可人 我只想问一句 薛家的人究竟是敌是友 我也很想知道 也许 我应该以大哥的身份 去问一问薛可人 你就不怕别人知道 你还没死了 也许早就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 不过我的第十四剑已经炼成了 没有必要再装椅子 以后在江湖上 我就是继小李飞刀之后 又一个传奇人物 我这边都被冠了 有什么困难 同行的 我这边就在这边 我这边就在这边